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今天要谈地球的出现 所以脱茧而出 正好也是开天辟地那本书你头的第二章 地球是从太阳系里头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要谈行星的形成 以及地球的形成 这个事实上在天文或者是地球科学上面来讲 都是非常模糊的一段 非常模糊出一段 可是我这边今天加了一个副题是自然实验室 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在讲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就是Jerry Diamond这本书在讲到第二章的时候 他把重心放在波尼西亚 正好把波尼西亚看成是人类在迁徙的 其实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晚近的阶段 怎么样在一些小岛上面发展他们的生活 也发展他们的社会好不好 那当然在非常晚近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冲击 事实上是欧洲人的殖民主义 他几乎是席卷全球的状态 从西边转到东边来 不管是从大西洋的方向走 或从异渡这边走东边走 都已经是影响到整个人类 我们如果看今天在世界上过的所谓比较现代化的日子 modern 这个modern这个字也是从他们西方的科技来的 那我每次一再提到这一点的 这一类的观点的时候 的确会有些同学在跟我讨论 就是说 怎么可以只说只有西方才有科技 东方没有科技 那我常常会咬文嚼致的说东方这种叫做工技 因为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 所以西方的那个是科技 那我们东方的是工技 那这个又牵涉到一个问题 工技要不要比科技低等 这个我们都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去讨论它 可是自然实验室是说 因为我们地球的历史 行星的历史 在宇宙里头也许可以重复 绝对不是同一个行星在重复 它是不同的太阳系里头 也许可以 你找到类似的例子 可是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重复的 那在地球上如果有一些情形不能重复的话 比如说人类的迁徙的这种历史是不能重复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波罗尼西亚是一个很好的 你现在去找它在岛上生活的差异 社会形态的差异 社会制度的差异 所有这些去看的话 它就已经凸显出来让我们去揣摩 到底每一个岛的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它发展出这种不同的情形 所以我正好就把这些地方 多加一个自然实验室 也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连结在一起 我们要谈的事情 还是从上一次的太阳系的出现开始 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的银河系里头 就是Milkway它基本上是一个galaxy 是一个螺旋状的星云 那在这种螺旋状的星云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阴仙壁的 阴仙壁的旁边有一个支壁在边上 那阵头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 上次已经说了 一就是我们的太阳系的位置的话 比如说四的这个位置 是猎户星座 猎户星座即使是在台北 现在已经是被遭踏到天上 根本看不见几颗星星的这种情况 你要知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只要住在家里 我家那个时候离总统府还蛮近的 我抬头都可以 还可以看到一个老鹰在我们头上飞 你现在要看老鹰的话 你大概飞要到政大 跑到自然宫上面这边去看 说不定还看到一两只的老鹰 那个是台北市周围仅有的老鹰 所以都市的变化真的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头 变化非常的大 可是我们抬头仍然可以看到猎户星座 尤其它的腰带上的三颗星 清楚楚地排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Oriam猎户星座是一个 在天上还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用这样子去看的话 我们刚刚所谓的阴仙座 就是Persigus好像 就是绿色的这一条 是悬臂的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主臂 就是这边绿色这一条 你从这边看也一样 就是它外面这一条 可是在它这个悬臂 和里面这个悬臂中间有一段黄色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段 所以这边有一个黑点 同样的话这个地方你们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就是这个黑点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太阳系的位置 好 所以我们上次讲了我们从侧面 因为我们处在银河系里头 所以我们从侧面去观察 我们的银河系的话 它变成一个条状的一个银带 这个是从Wikipedia上面找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说它说太阳和地球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这个Solar System 如果你用大写的Solar System 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如果你用小写的Solar System 就是任何一个恒星的系统 因为天上的恒星我们都可以说叫Sun 太阳 所以在我们这个Solar System里头的话 你会找到距离我们事实上 在整个Galaxy里头比较近的 我刚刚说的猎户星座的那个支币 它基本上我们跟它是同一个支币 然后距离呢 我们上次提到这个7.62 它事实上是一个KPC是一个距离 我这边其实有写到 如果以一个光年的话 就是光跑阴炎的距离的话 是10的16次方公尺 或者说10的13次方公里 我们说天文数字也就是说 大概不必去记它了嘛 很简单 一个KPC的话 它是3乘以10的19次方米 其实也就是把光速乘上去 乘了一年 事实上是K的话是1000的意思 就是1000个PC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多少PC 我们如果用一个概念去看的话 距离刚刚说的Perseus 就是阴仙币 我们跟它的距离是6500光年 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那个支币 要到旁边的那个主币去的话 光要跑6500年 哇 你说6500年 我们人类历史大概就跑 差不多跑了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6500年超过一半的话 6500 我们文字的历史距离现在大约是3000年到5000年 那段时间出现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主要的 这个有历史的记录来看的话 它比我们那个时间还长 所以光跑都要跑这么久 那个距离是很大的 另外的话7.62KPC 这是距离我们这个银河系的中心点 所以你把这个呈上去的话你就知道 那个是要跑非常久 所以人类以我们现在的智能 我希望在这门课里头你们开始慢慢培养 如果以前没有的话 现在培养一点点 我们这样的生物到底在所谓的 这个智慧型生物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我们有多聪明 然后我们又有多原始 这是两个角度 如果在地球上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去思考我们到底有多聪明 以科学家的角度来讲 我们的大脑学习的人力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临界点 边界边界 就是说我们大脑能力的frontier 到底有多远 其实以心理学家来讲不敢讲说 我们已经到一个极限了 可是去年我读过一篇文章 好像是在科学人上面读过一篇文章 他提到物理学家有去估计 如果用热力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蛮接近极限的 原因是因为你如果大脑要操作得更凶的话 它基本上跟电脑有一个地方很像的 就是它要用更多的能量 那你在使用更多的能量 让你的热怎么样排放 这个也牵涉到 其实的确也有一个理论说 人类大脑要发展出来 变成现在这么大 超过1300cc 这些数字都是我累积下来 自己技术的数字 已经二三十年这样记下来的 你们如果不熟悉的话 你自己学的去做比较 它都有意义的 因为猩猩的话只有差不多三四百cc 跟我们很接近的一种动物 黑猩猩来看的话 它是要三百四百cc 可是我们最早的人类的 我们的祖先 所谓的直立的那个非洲南猿 它也差不多就450cc 440cc左右 所以我们其实从最早的猿人 到我们现在大脑扩张了 起码超过三倍 接近四倍这样的大小 然后就不要认为 你的头比较大的比较聪明了 那个是迷思好不好 头比较大的绝对不一定比较聪明 或者大脑比较大的 不一定比较聪明 好 我们回过头来讲说 这个我们大脑到了1300cc 它要排的热量 跟一个星星来比较的话 要操作的时候 那个差别很大的 所以他们认为很可能在非洲 先直立 直立起来了以后 因为太阳晒的缘故 头部需要散热 头部需要散热的情况之下 血管就要增加 血管一增加了以后 大脑的营养就会比较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理论 我以前读过的 我对它的信任的程度 还其实有一点点存疑 不过大致来讲的话 大脑要变大 也不是说变大就变大 好吗 这样子的话 在地球上的生物来看的话 人类的大脑 你如果要操作到 把它用到 我们说这个操到它 它非常凶的地步的时候 从乐理学的角度来讲 物理学家有一点点认为 我们已经快到边界了 可是以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已经用到底了 我们知道以记忆力来讲的话 其实还早呢 因为人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有机体 它的操作其实很多的关键 是靠着你用它然后建立网络 我们叫Network 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大脑有多大现在不是一个 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绝对的关键 Network才是 你会发现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头 这个字可能也应该是将来或现在 要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关键 它的网络如何去发挥 我在这门课里头 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的一个词 叫集体智慧 OK 个人智慧非常多的聪明人放在一起 绝对不构成形成集体智慧的条件 除非你有Network 除非你一起工作 除非你有可能相对共同的目标 那Network到一个程度 其实很有趣的是 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不小心 在我们的所有的五官 或者是四肢上有了残疾了以后 你会发现当你其中最重要的器官 你不能用了以后 你都还可以靠着你其他以前几乎不能用的器官 发展出非常不得了的能力 譬如说口租画家 很多的口租画家是后天不见得是先天 然后没有四肢或者是什么 有残缺的对不对 那它可以操作到一个地步 非常的功能非常的好 你的脚它的形状其实是没有办法像手这么方便的 可是它的神经能够操作到几乎差不多好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大脑里头的Network是可以再生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健 所以中风了以后或什么任何这种以后 如果有人有很强的意志力 或者旁边能协助他做复健的话 就是去恢复大脑里头的神经元的操作 那它在生物的身体上来讲 它就有可能从无到有的去再生它 我觉得这是生命跟非生命里头 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的极限我们到现在有的时候很难估计 可是你从整个更宽广的角度去看 我们人类的能力 能不能从这个地方支币走到主币去 6500光年我们未必能够做得到 因为我们这种生物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危机 就是最近的这100年我们走不走得过去 我们将来会谈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不能太自傲也不能太自卑 我们在整个宇宙里头出现的角度 看看自己然后侧面看看自己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 是可能我们的人生观可以去成长学习 然后找到一个我们住在一起的人 能够过比较更适合我们的日子 所以这样子大概说出来了 我们在整个银河系里头的客观的角色 好 我说过我们整个在思考一个系统的结构的时候 一种是看它的相对的外形和相互关系 另外一个才是组成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整个太阳系里头去了解它的话 我们其实往前推的话 我这边这张头是提到托勒米 托勒米是一个埃及人 他的时间是差不多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 在埃及的亚历三卓的图书馆里头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因为他是一个把希腊的学问 在埃及的图书馆里头整理到非常 而且自己也有很深的这个深造的造就的 学问的这样子的意味 那在他之前的话 我在以前其他的一些我们探索的演讲里头 我说过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 我们科学学教育发展中心 所有的以前的八期七期的探索演讲 全部放在网站上 你们可以去看 在希腊有很长一段时间 至少包括3000到5000年 希腊是最早发展出天文学数学 以及相关的哲学 以及到后面亚历斯多德他的自然哲学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这样子的过程 大概都在西元前从这个3000年到5000年 一直3000多年发展下来 然后甚至于到最近的 比较近的2000多年的那段时间里头 希腊已经发展得很好 OK 所以托勒密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 去把希腊的知识学习进来 前面那部分我就不再去追溯 大概在天上很容易看到的就是 你所有的星星你每天去观察他的话 他在天上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可是你如果晚上花长一点时间去看他的话 他一定是从西边到东边 他是一定固定的方向 维持相对位置都不变的 可是你如果四季都去看他的话 他有相对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所谓黄道十二宫 以及天上所有星辰的这个全部都整理出来 那整理出来以后你就很容易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地球在中间 然后星星绕着我们走好吗 所以大概我这一张 从托勒密直接切进来讲 就是说最早的一个模型 就是以地球在中间 整个天顶上面把星星全部放在上面 好 那可是天上不是全量 也根据这一件事情 就有人很早就用哲学的方式去argue 说我们的宇宙一定不是没有边界的 因为星星通用在天上的话 你假如要有边界的话 你假如没有边界的话 那应该是有近的星星有远的星星的话 它一定是满天都应该是亮的 因为无限嘛 因为你如果有无限的概念的话 这个地方近一点没有星星 你远的一定有星星嘛 所以它全部扑在天上 天上应该是亮的 天上有那么多暗的地方的话 他认为整个宇宙一定是有极限 这个对于宇宙最早的哲学argument 是用这种方式来的 所以它有一个天顶 可是托勒密最重要的功勞 还不在这里 而是他其实做了第一本 其实应该算是大部分是收集的 以数学为基础的天文学 所以他把这些星星放在上面 其实是用数学的方式去描述它 最重要的当然是几何 那个时候在数学上来讲的话 不会有像我们现在又有数学又有代数 然后不知道又有几何又有代数 然后还有什么欧式几何非欧式几何 然后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数学 他们是没有的 所以基本上以那个时候情况来看的话 他的天文学基础已经是以几何为基础了 可是比较困扰的就是说 在所有的这个天上的星星 都是规则运动的情况之下 有非常少数的大概三五颗的星星 他移动的位置很奇怪 他常常也是顺着天上在动 可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往回头走 你能够把这种轨迹能够描得出来 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了 你要很长的时间去看他 他居然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他有时候会往回头走 所以你如果不是把他整个轨迹 都画出来的情况之下 你会觉得那几颗星星特别亮 可是偏偏他的轨迹不是规则的 跟其他星星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所有的科学 其实有一个基本的立场 就是这个世界 我们周围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 他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说大概是这样讲的 After all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s is this world 或者说 this universe may be comprehended 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人类的大脑 居然可以去了解他 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基础就是我刚刚讲的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 其实很重要在现在心理学家来讲的话 他非常适合去找到复杂的pattern 其实所有的动物叫生存 大概都必须要有这个本事 要不然的话你随便非洲的一个动物 你今天碰到了一个狮子要来吃你 没有被他吃到 你明天还傻傻地再跟他跑去玩的话 那你不是找死吗 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pattern 他生存的时候一定是有他知道他前面的经验 可以给他当做后面的参考 这种pattern放在我们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是初期的复杂 我们的大脑是初期的复杂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看到漂泊者是给了所有的天文学家第一个难题 到底为什么天上有一些星星 他又是最亮的一群 或者是只能说几个啦 不是应该说一群 可是又是没有办法追踪他的规律性 这是托勒密他们那个时候的天文学 到了哥白尼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把中间不放地球 可是放成太阳的话 然后你把其他的放在外面 然后最外面的里面留几个圈圈 给那些我们所谓的wanderin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planet 这个字在西阿文头也就是漂泊者 就是星星其实 你把它放在中间的话 他其实每一个都可以绕着太阳走 然后地球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当然在读这个历史 你们所有读历史的人就知道一件事情 日星说和这个地星说 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宗教上和科学上最大的冲突 物理系的高永泉教授在这个地方花了不少的力气去解释 甚至于包括了你如果要描述行星 如果你绕着地球的方式在转的话 他如果不用这个托勒密的数学去描述它的时候 他要加上好多的副座标 一些小环的副座标去描述行星 OK 可是如果你把太阳放在正中间 然后地球也放在外面其中的一个 然后这样绕的话 你就会发现因为地球也是在外面绕 然后其他的在绕的行星 它跟地球的相对位置 就会不时的出现一些小环的动作 像这种小小的这样绕的这种动作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数学就变得比较简单 可是戈白铃很聪明 他知道他把这个事情公布的话 他一定会被教会非难 所以他是在他死之前才出版他的《日信说》 比较不聪明的一个大概是佳烈乐 我们这边没有特别把佳烈乐写出来 佳烈乐说是不太聪明也许是不知道 说不定他是因为赚钱的头脑也太好了 他其实还蛮会赚钱的 所以他 somehow反正比较早发表了他的理论 那在伽利略和戈白铃中间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科普勒 科普勒是数学家 所以所有这些历史也是一样 我说我就不再赘述 我们正好大概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我们探索第二期的演讲 我们会让出版社出一本书出来 那本书你如果不看录影带的话 你去读也可以知道 怎么样能够把这边的历史全部成 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戈白铃的《日信论》 很清楚地改变了一个坐标以后 就比较容易叙述我们天体上所有的行为 他是动的 他不是静态的 这个对我们人类对周围的事情来观察 都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你要知道中国的数学 一直到明清之交的时候 都还不知道椭圆形是可以用方程式描述的 OK 不知道椭圆形抛物线这些东西 希腊人早就用一个圆锥体 通通可以描述 对吗 几千年前以前 那个希腊人 从这个上面过来的 你一个正的三角锥 你在上面画一个曲线的话 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切面 你只要这样切过去 我这样画比较好 可能就没有了 你如果这样切过去 它就是椭圆 你如果是平行的切的话 它就可以是抛物线 像这种东西在西亚 在差不多两三千年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东方事实上在数学上面来讲 这个地方是差了很多 那结果事实上 伽利略就沿着希腊的科学 把数学当作科学最根本的一个验证的工具 这个是使得物理能够早于所有的自然科学 在400年前由伽利略电力 他算是近代科学之父 他之后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你们知道就是牛顿 对吗 所以像这样子的历史出来了以后 化学起码要比它晚200年 生物还要再晚100年 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我们在验证的基础 一开始并不是全部只从实验室里头的观察的验证来的 而是有些地方是从数学的验证过来的 这是关于从地心到日心中间的一个大的跳跃 可是这个跳跃在当初的历史的背景上 我们刚刚提到跟宗教之间有很大的冲突 西方今天的科学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亲密有时候紧张 大部分神言是紧张的 一直是历史造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Planet的意思就是漂泊者 当然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问几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我对于这一类的过程 的确会有一定的反思 譬如说你有没有办法用旁观者的眼光看你自己 OK 这个就连接到我在跟高中生的教育接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我去参加吴建雄营 当场就有同学在我们那个吟会里头问 他其实一开始是问这样 他说老师创造力有没有办法学的 OK 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所有的什么支援班 或者什么做科展都一直不听的人在问 就是说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训练创造力 OK 如果我们把前面推到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西方的大学里头几百年下来一直有人在提到 就是说大学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训练Critical Thinking 帮我找一下 我们花一点年的时间谈Critical Thinking 我们称作批判思考 那批判思考的批判两个字 在台湾其实有一点人身不逢时 西方的话我刚刚说了起码是几百上千年 都有人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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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时代就有人在谈这件事情 那台湾的民主运动 真正可以比较有根是解研以后 那是1988到1989的事情OK 我们才开始从一个 不能随便批判的社会 可以到现在的随你怎么讲 所以变成了批判这两个字 其实有人对他的感觉是负面的 也就是说好像都在讲别人的闲话 或者缺点的时候就叫做批判 其实不是如此的 Critical Thinking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平常的一个能力 我们叫做George 判断 判断力 大概你出了学校以后 你所有的工作 以及你所遇到的状态情况 你要处理 都是看你这方面的能力 可是这方面能力 从你少的知识 连接你各种环节的知识 把它变成大的判断 这个任何一个人都是要今年累月 10年的功夫跟5年的功夫不一样 30年的功夫跟10年的功夫又不一样 当然有些人可能在10年之内有在有些方面就非常突出 这是每一个人是不一定的 在各种方面的能力是不同的 可是判断本身它有一个基础 就是分析 这个刚好是西方的苏格拉底 就在希腊时期就已经提出来 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把一些事情 切分到比较细微的方式去理解它的话 你可能就比较有机会 把很多的小的资讯连接到一起 变成一个知识变成knowledge 然后你的knowledge连接了以后 你就有机会去做判断 那Ansis这件事情在东方一直不是特别去强调的 因为我们的哲学比较讲Holistic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完整的 因为阴阳是从太极出来的 它整个是一个整体 阴阳是要必须互相合作 你才能够达到它的功能 所以这个阴阳生生两极就阴阳 然后再生四项再生八卦这样一路出来 它整个讲的是同一个体系 那东方的体系有没有办法 跟西方的体系之间将来有机会做个结合 在我相信我是不见得看得到了 不过以我学科学来讲 我们一直在学的都是很多分析的部分 那这些分析的地方就要用到很多你的 相同相依这种比较各方面 这个在科学里头几乎所有的方法 这个你去找资料 你在Wikipedia一查都通通出来 可是从Ansis到Judgment 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动作 我必须跟大家提到 在台湾是非常缺乏的 如果你们听得进去这件事情 好好去找一下它背后的这些 脉络的话 西方人是从小学就开始学 从小学就开始学 他可以从小学就学reading 这个是教育里头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以前有人跟我讲 6 to 12 learning to read beyond 12 reading to learn 所以他们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那个步调非常非常清楚 在6岁到12岁 我亲自看过有很多他们那边我的朋友 他们做父母的国外的 因为他们自己是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让小孩子读床头书 这个是英国发展出来的这个教育形式 读床头书的时候 小孩子爸妈拿着书摊在那个地方 小孩子是看得到的 然后爸妈就照着 英文就用读的 因为我们语言的能力是从小就跟爸妈 你不要有字就互相谈话 那个语言能力就出来了嘛 所以你在去读他的时候 那有很多的字就是爸妈妈在跟他言谈的时候 所用的字 可是也有很多是生字 那小孩子的能力是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没有了解那些新的字是什么字 他不懂怎么拼 他也不见得懂怎么念 可是从爸妈妈的耳朵里头听听听 听熟了 所以语言是从听来的 OK 那这样他有的时候就会 听多了就会跟着念 那这个我发现我的小孩也是如此 因为我教他们唱歌 不管是中文歌英文歌 只要我唱给他听 他不懂意思 他那个音也抓住了 可是我两个小孩子刚好 这能力是不一样的 一个的话他只要听我讲念一次 他就可以照着我把发音发出来 另外一个的话要听好几次 也要才摸清楚 就跟我比较像 所以这个都是天生的 可是reading这件事情的话 你如果到12岁都一直read的话 我发现我的朋友里头是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文学这个科学这个艺术 什么东西都读 然后小孩子吸收的多的 就什么东西都听进去 然后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到12岁以后 在他的学习里头去消化他 是从小在学校里头 就学着听 学着讲 学着写 所以从小学的报告一直累积到大学的话 大概写几百篇上千篇大概都不止了 你们算算你们写的报告几篇 我看很多人在高中毕业之前 没写过几篇报告的大有人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不是说西方的教育绝对是好的 我不是这样讲 可是我是说 今天你们在学校里头的学习 其实是西方的制度 它是有一定的脉络的 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大家都跟着这样做 然后弄一个考试大家都跟着考 在我来看实在是瞎子领瞎子 那如果你judgment很熟练 你的decision making 不管你是简单的生活里头的decision 或者到做自己重大的决定 你大概就越来越熟悉 那个责任感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我这边多讲了一点这个 关于critical thinking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上次 我说了学生问了我以后 我有一点的思考 当场我有跟他们一点点的回答 后来回家以后 稍微思考得多一点 我就把它整理起来了 迪卡尔 我最早认识迪卡尔是在高中的时候 读西方的哲学的时候读到的 那我自己开始对于父母讲的话 以及老师讲的话 不太百分之百要听 也是差不多从15到16岁开始 再加上我有一个国文老师 推波助澜 说你们这种15、16岁的男生 就是应该要追求你们自己的理想 不要听那个什么事情都听大人 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所以这样一搞的话 我们的同班同学都是 大家是唯恐天下不乱 其中认识的一个就是迪卡尔 他除了数学好以外 他事实上跟法兰西斯·培根 同样是思考方式光法的 两个重要的先驱 他有一句话 大概他讲的话 里头大家比较容易记住的是 我思过我顾我在 可是有另外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 一生里头至少要有一次 对一切的事物都要存疑 而且你怀疑得越深越好 不过时代不太一样了 是不是这句话对你们会觉得感动 我就不太确定 在我年轻的时候 大家对于作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 有不少的人还会被这句话感动的 那时代不一样了 也许大家不见得要把这个当作最追求的事情 不过对我来讲有它一定的重要性 不过我到年纪大一点后我才体会到 除非我能够颠覆我自己的观念 要不然思想可能不算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 所以对于创造这件事情 要知道有些创造 譬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有几个物理学家说这是可以用学的 爱因斯坦那个大脑 大概没有人能够用学的 不过我到时有几件事情 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我在进大学之前最好的 成绩最好的科目其实是国文 所以我的历史地理也都还OK 该背的我也都会背 所以我的历史不错的 到后来才发现现在在 我会比较从科学的东西工作 转移到一些比较偏教育的工作 历史是见网之来 它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我的研究上发现了 如果你要做跟人家不一样的研究 而且知道你的研究重不重要的话 你第一件事情就要问你想做的那个方向 人家做过没有 如果人家已经做过了 你何必花那么大力气还把学生抓来 然后说我给你一个月给你多少的什么补助费 然后你来帮我做研究 然后没有必要 人家做过了把人家资料直接找出来 所以人家做了知道什么 人家已经知道了什么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他肩膀站上去就好 OK 所以见网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别人知道了什么 然后你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知道的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到的话 你下面一件事情 看能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 因为我们在思考人家做到什么 没做到什么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有人要做到的东西 你还是搞不懂的 比如像爱因斯坦的东西 OK 所以你如果去想一想 人家是站在什么立场想事情 你跳到科学外面来了以后 你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当你的立场不同的时候 你的确考虑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尤其利害关系最有用 如果你跟人家之间有问题的话 你试试看站在人家立场去思考一下 会不会很容易就发现 你跟人家之间的那个结 即使没有结掉的话 你也很快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OK 跟爸妈妈的问题 像我常在就在讲 我两个小孩子 大概都不认为我是一个sweet father OK 因为我太常 他们的事情有些时候来找我的时候 我说It's your problem OK 那他们在做决定之前的时候 常常不先问我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你给他们的劝告 通常爸妈给你的劝告 你是最不喜欢听的 大概你们年纪也差不多到这个时候 Advice都是废话 OK 而且很惹人闲的 所以变成了我的小孩 他前面不听我的话 后面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It's your problem and it's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OK Decided making是你的嘛 你前面做决定的时候 你不要来找我 你现在问题跑来找我 OK 当然后面有些时候会再去帮帮忙 爸妈都是这个样 不过我就不是一个sweet father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发现我这个人 他们常常说我爸爸非常 对儿女很淡默 OK 你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父亲母亲之间 有些时候或者其他的朋友之间的情况 第三件事情可能更难 我相信我前面两件事情 我还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后面一件事情 我即使知道我有时候也不太愿意做 就是将心比心 可是你知道这三件事情 我是从哪里感觉出来的 你知道吗 从看National Geographic的那个 非洲的动物的影片 那你在非洲看那个动物的影片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当狮子出猎的时候 他要去捕一群斑马里头的其中一只 或者牛鱼里头的其一只 或者羚羊的其中一只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动物通通杀腿就跑 他如果觉得距离够远的话 很多胆子大一些动物是不跑的 胆子大的动物尤其当狮子 已经逮到了一只以后 他绝对不跑 你距离很近他也不跑 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再来抓他了 OK 所以我将来还会跟你们讲这句话 所以非洲的动物是早上出去的时候 不知道晚上回不回不了家 可是反过来 晚上如果有一个动物回不了家的话 没有办法回到他父母身边的时候 你就知道又有一只略实性的动物 他可以多活两天 这是非洲草原 人类的社会不是如此 你如果要用这种方式过日子的话 我担保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人类的社会性可能是从演化来的 你如果能够想一想 所有不同的动物 他的设身处地的情况 和将心比心想一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周围的很多问题 其实迎刃而解 何况是科学问题 你要稍微有点创意的话 Piece of cake OK 因为讲简单一点 你只要科学的问题 你只要做跟人家不一样的Data 就是New Research 剩下下面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本事去判断 你做的东西和人家做的东西 那个问题够不够重要 所以有些人会被请到国会议头去做评审 有些人不会被请去做评审 我们在台大的老师 常常是比较容易被请到国会议头去做评审的 就是要看你的判断力 我想在这些事情上来讲 如果你能够这几件事情想一想的话 你可能就知道你要做的事情 以前人有没有做过 他做出来的结果是好的是不好的 将来值不值得做 所以我们这门课到后来的时候会谈一些 一个社会的前景或整个Global Problem 就是整个世界上很多重要问题的前景 譬如说我们说这个全球增温这个事情 在未来的50年里头 我们应该在现代数据实在很难下定论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去看它 事实上还有更近的问题 就是今天又出来了 报纸上又提到我们的核四 核四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到底是应该继续去盖 还是不应该继续去盖 其实它只是一个decision making 照道理judgment和analysis 都应该在过去10年20年里头 因为这个东西应该弄了20年了 应该早就应该清楚了 应该已经是decision making的时候 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知所先后的话 你大概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这是可以学的 OK 不是说你非要是去学到一个像天才那样子的脑筋 你才可以学到的事情 它是有谱的好不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多说几句 好再回到我们的行星上面来 我们整个太阳系 我们自己这个行星 这个太阳系 它的行星的轨道 几乎全是原型 这也是科普勒当时时候的伟大 因为我还是一样 我现在不下课 然后我们很快的如果能够把它讲完的话 你们要出去的自己动自己出去 因为整个太阳系影头的轨道 的确是非常接近原型 可是事实上不是原型 我们都知道原型是有一个原型 椭圆形的话是有两个焦点 在数学上非常不一样 可是科普勒的伟大前面还有一个 叫做是一个天文学家 瑞典那个天文学家叫什么名字 什么谷 地谷是吗 Tickle好像是 地谷那个天文学家在瑞典 它有最好的天文设备 在观察的时候把所有的 新的方向的距离 不是那个角度分秒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 那这样子的数据 流到了科普勒手上以后 科普勒去算它的时候 认为它的整个轨道应该是椭圆 而不是原型 这么微小的差距 其实就是从观察来的OK 很细心地去处理了以后 发现其实它们都是椭圆的 才到后来能够让 其实不是加力的 而是后来的牛顿 能够把这个 它的运动的三大定律能够整理出来 所以它是非常接近原型的 而且几乎就在一个平的盘上OK 当然它不是全部在平的盘上 以前有一颗事实上是斜的 那个时候我们也称它行星的 就是冥王星 现在冥王星被当作是一个 不是行星了 而是一个矮行星 所以把它踢出去了 所以所有的行星几乎都在一个盘子上面 平面这个平面刚好也是跟太阳的赤道面 同一个面 同方向的绕着太阳公转 这个都是你们早在小学就学的绕的东西 可是这个五六百年前的时候 这个讲这种话有时候还要被烧掉的 Bruno在四百多年前讲这种话还会被烧死 所以我们知识进步得很快 太阳系的架构显示它其实非常可能 是一个太阳为中心的圆盘演变而成 你把这样子的东西跟我们的银河 螺旋币的这种星系一接轨了以后 你会发现说不定这些都是同出一门 而在所有的行星里头它有一定的差距 你譬如说看Solar System 这是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或者其他太阳系可能也是如此 它的太阳通常是在整个的中间 它在天体里头是站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靠着重力 这是Gravity是Gravitation是重力的意思 靠着重力把所有的行星绑在一起运动 这个是刘顿用一个数学式 就全部都处理完了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星系里头 总共有165个卫星全部加在一起 大大小小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是165个卫星 所以8个行星165个卫星 当然有几个是矮行星 有一个叫古神星 然后我刚刚说的冥王星被踢出去的这一位 然后Aris Aris叫什么星知道吗 我忘掉Aris叫什么星了 中文要去查一下 所以你们想想想看我在考初中的时候 当初如果说太阳系八大行星的话 我考题那两分就不见了 如果知识是到这个样 你说你们的考试不改怎么行 我再问一个 借好以后替我借那个统计的那个东西 你们希望你们的小孩子还是用考试的方式 你不要觉得会被我嘲笑 虽然我刚刚好像有点在嘲笑的样子 你希望你自己将来的小孩子 这可能是二十年后或者十年后对不对 还是用你现在考试的方式受教育的 请举手 你们这一班只有两个 我跟你讲 我在几年前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班上超过一班以上会举手 你不希望的 他的受教育的模式是跟你一样的 什么样不管 不希望的请举手 大部分 所以表示说这几年里头 同学们的想法也有在改变 我大概三五年前的时候 这个统计的时候 通常有接近超过三成 不到一半的同学 会希望还是用考试的方式 你们两个我将来要问一问 你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 我还满有兴趣知道 OK 然后要注意的是说 其他的还有一些 我们叫做运时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外面还有一些运时代 那这些行星有什么差别呢 你要注意到最前面的四颗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是十值的行星 就是它的地是硬的 OK 都很小哈 注意一下 火星 金星 对不起 对火星 金星 这个是星星 这个是火星 这是水星 这个是金星 这个是地球 所以最小的是 最接近的是水星 离太阳最近的是水星 和其他的四个来比较的话 你看大小差很远的 这个是太阳系最大的一个木星 第二大的土星 所以从组成的来看的话 前面四个又小又硬 所以密度很大 后面四个是气态的 可是它总质量很高 所以前面的四个是十值行星 外面的四个是气态的行星 当然这些东西 你们大概在上高中国中的时候 全部都已经学过了 我会把它列出来是因为 我在高中的时候 还没有学过这些东西 我在进大学之前 我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这四颗是石头的行星 这四颗是气体的行星 没有特别注意的 所以小学的知识也差别很大 那表示说密度大的东西 和密度小的东西 密度大的东西 通常离太阳比较近 密度小的东西 通常离太阳比较远 所以表示说他们可能有一个 轻的和重的分离的一种现象 那明显来看的话 他们几乎都是源于恒星的OK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别的行星的形成的过程 所以其实目前行星怎么形成的 是一个天空学上的大问题 木星它总共有61颗的卫星 可是我们上次说过 有四颗是伽利略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称它做伽利略四大卫星 刚好还可以看得到 稍微差一点的望远镜还可以看得到 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可是要注意的是当有卫星在旁边的时候 在牛顿的这个所谓的万有引力定律 已经出来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行星和卫星的它的相互运动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程式 直接推算行星的质量 这个是我们对科学的信息一点一点 一点一滴去累积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刚刚说了西方用数学来解说物理的概念 当它可以推算它的轨迹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用同样的技术 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人造卫星放到天上去 你就比较会相信你那个数学 是比较不可以聊动的真理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卫星公转的周期和它的半径 就好像你抓了一个石头用一个绳子绑到 你这样去转它的话 它有一定的绳长和旋转的速度 你用这样子的道理去做它 在这个公式的情况之下 它事实上就可以找出来这个星星的质量 好不好 对不起 为什么它不动 OK 水星和金星两个没有卫星 所以你要去找它的质量就很难找了 所以它其实是用复杂的计算 靠着万有引力定律去计算行星和行星之间 以及和太阳之间的引力 所以那个计算就复杂了很多 考虑周围行星的引力对它轨道的劳动 然后来估计它的质量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在二世纪的时候 我们才第一次可以看到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现在在找外星人的方式 已经不是去靠着外面来的电磁波去解读了 而是我们去找外面到底比我们近的太阳系 有没有在它比较相对合适的距影头有合适大小的行星 如果有行星 下面一件事情就会去找它上面有没有水 这是为什么我们对火星那么在意的原因 因为火星事实上是下面一个我们要探索 而我们知道它上面曾经有水 可是消失的一个重要行星 所以行星的质量我刚刚说的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去看它的话 大致来讲距离近的距离太阳近的和距离太阳远的 它的大小重量其实不太一致 可是如果你去看它的密度的话 你就会发现质量不见得很有次序 可是它的密度的确是离太阳近的密度大 离太阳远的它的密度小 然后在这个实质行星和非实质行星之间 你看有明显的差距 所以水星虽然最小 可是它的密度还是够高了 很多的小行星在外面 事实上这个还是落在太阳外面的 其中有一颗叫做复仇女神的 我们将来也许会谈到这颗 这颗是当初认为说在最近会来的 尤其非常接近2012年底的时候 大概一堆人很紧张 觉得说这个世界末日又要到了 最早去估计它可能会有机会撞到地球的 就是201几 后来仔细好好算过以后 发现它大概撞不到 撞不到以后下一个的话 会接近地球的时间是2029 OK 再下一个可能就是2036 大家比较紧张的不是2029一定会撞到我们 而是如果2029它离我们够近的话 会不会因为太近了以后被扯到以后 它就偏离 有些时候它不需要说2029 然后再下一次就2036 真的那么乖的就2036再来 它只要稍微扯近一点以后 两个引力受到影响的话 它的分裂都很麻烦 所以这一个小行星是大家现在在watch的 也就是彗星撞地球里头 大家我们最紧张的一颗 好所有的陨石在地球上可以捡得到的 你会发现它分了很多类 我也不是地质学家 可是很重要的它里面 大概像这种碳值的 就发现比较是纯碳的 比较是纯碳的一些成分 另外有一些的话 大概是跟我们的泥土的成分很近 可是有一些特别非常例外 它里面铁的成分非常高 所以你们看那个布鲁斯威利的那个 《地球末日》的电影 所以那个陨石上面 它的场景全部是铁的背景对不对 刚好像铁一样的那个 深铁一样的背景 像这一颗陨石是在二勒冈州 你可以去找这个名字 是在二勒冈捡到的一颗 捡到它根本就像一个大铁块 里面还有一些磁性 主要的成分的话 氧 细 铁 铁这都不稀奇 这就跟我们的泥土成分很像 所以陨石上面成分跟地球很像的话 我们当然也会想说这些也可能是同源嘛 所以小行星和十字行星成分很像了以后 所有陨石就提供了很多行星 形成的过程当然也包括地球 那地球上不是没有铁 可是地球上的铁我说过 全部几乎沉到了地球领头去了 所以这张图你如果去仔细看它的话 横轴是一个碳值球力陨石的元素相对风度 所以横轴就是不同的元素 你把它的存量列出来 那纵轴的话是太阳大气影头元素的相对风度 两个一比了以后你看根本就是一个对角线 表示陨石里头的各种元素的成分 跟太阳周围大气影头的成分完全一样 那结论是什么 陨石从哪里来的 就从太阳来的嘛 那我们说太阳是经过一个红巨星炸开来了以后 再重新回来的 那重新回来的过程之中 有些变成了太阳的成分 有些变成了行星的成分 可是变成行星成分是一回事 怎么会变成在一定的距离影头 它没有全部被压到太阳影头去 而在不同的距离影头形成了各种行星 我们到现在其实说好说好还不了解 不过至少在形成的过程中 大家都相信有高温 这个大概不是很奇怪 可是在高温冷却的时候 究竟什么样冷却形成现在的状况 我们虽然不知道 可是这些元素提供了化合物形成的机会 所以地球上有80多种的元素 其实倒不是那么奇怪 只是形成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们还是搞不懂 所以你如果把运石里头 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分拿出来 那我们现在用质谱仪去看它的话 观察它放射素的存量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用微量分析的方式 把它的成分找出来 其中的三种的放射元素 你们也都听过 一个是U235 就是做原子弹的 U238这个做核电厂也很重要 第三种就是土232 OK 这三种通通就有放射性 可是它的放射性的量会递减 所以它的元素的量 现在的量跟最初的量 它事实上是一个指数的方式在递减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减一半 每隔一段时间减一半 也就是说它的半生期是固定的 当这个原理被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含量去决定 它的时间有多长 所以我们快一点讲这个好了 这横轴是银河吸引头它的时间 所以是10亿年 20亿年和31亿年 这个图其实反过来看比较容易看 因为它是这个放射性元素 现在的含量和放射性元素 稳定以后的量来比较 所以如果跟稳定的量已经接近了以后 就是1.0 差很多的话就在这边 所以这都是指数曲线嘛 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它是指数曲线 OK 不过你如果倒过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它有些其实会趋近于0 也就是说它会越来越减少 用减少的概念去看你会比较容易懂 可是总而言之 它用指数曲线去找它的话 这三个东西它的改变的速度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用它的存量可以找出来 大概宇宙的寿命 也就是太阳那边的存量的寿命 大约140亿年 那你说我们距离太阳那么远 我们怎么知道的 我上次也说过了 有时候光谱也可以帮忙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非常接近 我上次跟你们讲的哈勃望远镜 所看到的宇宙的时间 那这个事实上你要去观察远处的红巨星 也就是我们所谓有一些Nabell的那个光谱 我们可以去估计它 那另外的话 你如果再估计太阳系的时间 大约就是46亿年 所以我们说50亿年这种粗糙的数字 就是从这种地方精算出来的 精算46亿年刚好就是地球的时间好不好 所以这个都已经变成大家知道了 所以地球在形成的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以它的成分来看的话 我们说把它当作一个水果切开来 中间是地核 最中间是地核 这边有一段地方我们称作地寒 然后最外面我们生存的地方叫做地壳 大概在地寒里头 它其实是流动态而不是静止态 而且温度够高 讲简单一点就是它像熔岩一样的东西 大致像熔岩一样的 温度起码都是上千度的 所以它在里面流动的时候 这是我们今天对于地球表面知识 也就是说在表面的地方来讲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外面的这个地壳 然后还有地壳还可以被风化以后 有泥土 有砂石 可是在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些石头层 和石头的岩层在这个中间 所谓地寒的部分 Mental就是地寒 所以地寒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地球的成分 不是均匀的 不是均匀的 也就表示它一定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那可是用物理的方法你可以去了解它 譬如说地球稍微也不是全员的 它是有一点扁平 它的整个结构和磁场的分布的话 可以显示密度大的铁盒 可能是从熔熔的细酸岩沉到地心去的 因为它熔了可是它又重 所以你泥土沉不住的话 它就往下沉 就好像我们说站在一个流沙的地方的话 你就往下沉一样的道理 所以铁的成分被形成铁的金属的时候 沉到地心里头去 那它全部集中在中央 地震波事实上是我们靠地震的时候 一个地方地震了以后 它的那个地壳的震动 可以传到地球的每一个位置去 可是因为它的密度不一样 所以它在同样的密度的范围里头 它就直接传过去了 可是在密度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它会打折 所以你只要去检查分析 它整个地球表面在一次地震头的 那个地震波的显示的话 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连续面上面 它事实上成分是不一样的 它的波我不讲细节了 它的不同的波经过的固态 经过的某些区域是固态结构 那某些区域的话是液态物质 你都可以按照它的密度 通通分析得出来 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近代的物理 提供了力学的基础 对于地质学 使得我们对于整个地球底下的知识 其实也在提升 不过你们也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可能对深海的知识 还没有比对太空的知识来得了解 像这样子的事情 也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那从密度来看的话 大部分是细酸岩 也就跟我们 就是地寒地壳它的成分其实很像 在2900公里以下的话是高压铁 铁的元素它的分布的话地壳最多 OK这个单位是克 所以是10个27次方克 地寒的部分的话也差不了太多 可是在地壳表面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克数 事实上只有10的25次方 所以是只占地球的三分之一 表示说地球的表面的铁相对已经少很多了 这张我们因为上次看过 我就不去重复它 我只让你们知道地球不是一个均态的球体 那铁美细氧这个是我们地表的矿石 地表其实不是没有金属的 它的金属大概就是铁铝这些算是比较多的 有一些不含金属的氧化系的话 就是你们现在常常在电影头 人家骗你说是石鹰是宝石的那种 你如果去买的话要小心 其实那个现在可以人造了 因为石鹰就是氧化系 那么看起来一块石头亮亮晶晶的 里面好像有点紫色的 那个有时候我们都可以用人工去制造 所以不要看到好看的东西 就用很贵的钱去买 不过你结婚的时候要送给你太太的那一颗 或者你愿意送给你先生那一颗的话 例外花一点钱的话她高兴就好了 在地寒头来讲的话 事实上有一些微量金属的分布 都是可以用密度的方式检验得出来的 所以以它的成分来看的话 我们不管是用化学的分析法 或是用同位数的分析法 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地球的 里面的组成成分是怎么样子 应该算是也够清楚了 结语 Planet的意思就是漂泊者 人类对于太阳系其他行星的认识 从飘忽不定的漂泊者到寻固定轨迹而行 从对地球认识 从宇宙的中心到与漂泊者同类 所以当我们学会以更准确的眼光 看待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许会有更多的智慧 安身匿命 刚刚我提到火星 火星是从远的地方照相 我们就当初怀疑 它上面有些地方很像河谷 像现在是完全可以把太空船 整个放到火星的地表上面去 我们不只可以去看它 我们可以用机械手臂 把它的矿石挖出来以后去做分析 到目前来看的话 火星上面的成分跟地球表面成分 也差得不会太远 也基本上就是细酸岩 我们称的细酸岩就是含有细汗氧的 这个意思是细 两种不同的元素 我们用细酸的意思 通常就是说它是含氧酸的一种 所以就是含有氧的 可是因为它都带有架数 通常这个架数是副价 所以要综合它的话 外面一定是金属 那你如果说是有不同的金属的话 不同的金属的话 有的带的架数和另外带的架数 加在一起要等于它负的架数 所以只要有氧离子和氰离子 正电和负电结合的 我们就称作眼泪 所以你们学过国中的NACL的话 它是眼泪就是因为 NA在那里一直在增加 绿离子在负价 所以我们整个一直在 这个是 这句话记到 我说所有的学问从语言开始 你要学任何一个其他东西 你要先去抓那一门学问头的专业语言 这个是知识分子学东西的方式 OK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Dragon 怎么拼 J是吗 就是术语啊 他专业术语 在这一方面其实有一个人的演讲 非常值得去听的是王道环 他说所有的动物 最了不起的情况之下 只能认识符号 对不起讯号 signal 可是人和少数其他的普鲁类 偶然有机会 譬如说黑猩猩的话 也许可以认识符号 讯号和符号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 那个你跟你家的狗讲说 来握手 他把手抬起来 记好那个是讯号 OK 不要以为狗是什么 你讲的什么话都懂 今天世界上破纪录 今世纪录的黑猩猩能够懂得 那个单字 当时他是学英文的 那只黑猩猩是学英文的 他的单字也不够就150几个 OK 这个我们的一个小孩子 活到两岁的时候 他学的单字 早就已经不止150几个 其他动物大概都只能够 就学讯号 海豚也好 黑猩猩也好 他们大部分你去教他的时候 其实是讯号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发现 从小在家人头养出来的黑猩猩 他的智慧的开启 比我们以前想像的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只是差别还是 跟我们还是差别很大 我们人的话可以有符号 OK 所有的专业的知识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术语 化学非常的麻烦 因为我们化学创造出来的这个化学式子 大概你只要两年不去碰它 所以你国中升到高中 你只要不太去碰它 你大概后面 我们讲的话常常去用说 什么什么细算盐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虾米花钩 那这种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细心 你如果跟我讲几句莎士比亚的台词的话 我可能会马上说虾米花钩 所以这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东西 语言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可是我强调的在前面我们说一个漂泊者是 我们原来对我们行星从wandering 因为它跟天上所有的行星都不一样 可是它偏偏又最亮 当然比没有月亮那么亮嘛 它在天上是最亮的行星的几个 居然它的路径不太一样 你当然可以提供它很多的神话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如果不懂它的话 你有很多的mystery 可是终于你找到它 其实也不过是按照它的固定的轨迹而行 而且我们也是one of them 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 使得我们今天看我们人类自己 以及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时候 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态度 好 我们先下课 休息有几分钟 我们今天的课已经讲完了 不过我给大家一点background 假如 刚刚是你说你说你还没有读 还没有开始读对不对 好 假如你还没有开始读我们的教科书的 我后面讲了这几张 你稍微注意听一下 因为等一下你讨论的时候 你就有所谱 然后回去以后就要开始读书了 你们书的第一章前沿写得很好 王道环 我科教中心做了三年多了 我周围有几个50岁以后交的好朋友 都是知识广播 如果你们的英文够好的话 应该要学他们 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来讲 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可是我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去做 他们是每天固定的阅读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一个全世界的报纸里头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从科学到艺术 从政治到经济所有的东西 他的那个资讯在全世界来讲手去一指的 很可惜的是最近从去年开始好像 他们大概也是经营的缘故 iPad已经没有办法免费上去看 免费的纽约时报的文章了 不过每天他还是让你读多少篇 他们那几位朋友 我大概有个几位朋友在周围 他们是每天固定读纽约时报的 如果以平常讲英文来看的话 你不会特别觉得他的英文比我高明多少 可是以他读的书和对智慧的这个丰富的程度 你马上就知道这个英文不可以道理记 我跟他们的英文之间不可以道理记 所以如果你的英文够好的 养成一个好的你的reading resource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最近的这十多年里头 他们提供了我很多的资讯 使得我在阅读其他书籍的时候方便很多 所以我们的前沿是王道环写的 然后第一章就是从人类的演化开始 所以如果从人类演化开始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脉络最早的图谱 它这个地方是说所谓的人科 界门纲目科鼠种 所以family就是科 它的鼠下面有两种 所以这个所谓临床类的 整个在人科里头是临床类里头最重要的一支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genus的话 就都是鼠 我们的最早的能够从人猿变成猿人的阶段 从我最早读他的书开始提到的是400万年 现在已经提升到600万到700万 可是通通都是属于南方鼓猿 南方鼓猿最早在李基他们的家族发现的时候 大家都听过有一个很重要的骨头找到的 我称他做Lucy OK 是一个当初找到在20世纪找到最完整的南方鼓猿的 一个女性的骨盒之一 南方鼓猿现在时间已经推到600万到700万了 可是黑猩猩跟我们分支起码是千万年计 大概1000万到2000万以上的 所以已经很长的时间分支 不过这个的话我们你看这个地方只写3.600万 所以表示说我们新的数据已经超过了 从古猿也就是所谓我们平常所谓的猿人 到比较接近我们的人 这个地方是大概200万 我们称作人能在我读书的时候称作巧人 他有不同的翻译 是因为他们开始可以用比较早期 最早的所谓这个石器 就是会用自己的手去创造石头的工具 所以这称作人能大约250万年 150万年到250万年 所以以这个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到目前大概都相信 人类是从树上生活的一群 然后跑到地上来的 在这些时间里头距离我们比较近的 从非洲的直立人你可以看到 在非洲一直没有断掉他的演化 可是在其他地方出现的话 我们刚刚所谓的这个人类的话 是大约也是在非洲大约是在150万年到250万年 所以差不多是在这一区 这个地方是200万嘛 所以400万没有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看这个在非洲这一支一直没有断掉 可是欧洲的话只找到过几次 譬如说这个是好像是要出撞猿人 还叫什么东西我忘掉了 然后林亚安德塔人是距离我们最近 可是在欧洲有找到的 那在亚洲的话 你大约在接近100万年附近的 就找到直立人了 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到爪哇的直立人以及北京人 北京人距离现在差不多 我读书的时候是说50万年 不过现在的资料是写差不多七八十万 所以你没发现这个时间 仍然可以有一些改变 不过亚洲的人种和非洲的人种 和欧洲的人种全部列在一起了以后 只有非洲是一直有演化脉络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科学家对于 人类演化的一个大致的认识 那智人是从这一支影头拉出来的 他绝对不跟林亚安德塔人 在目前来看是没有关系 可是从时间来看的话 他们有并存的时候 所以一直有人在怀疑 智人和林亚安德塔人 是不是有交配种留下来 只要看到奇怪 长得奇怪一点 就是说是不是有交配种留下来 这个由不得我们乱讲 这你可以想当然了 可是由不得我们乱讲的 乱讲的话我们留给关键时刻 至于在亚洲距离我们最近的 有一个叫弗洛勒斯人 这一支人距离我们最近大概只有差不多2万年 是在印尼发现的 正好找到他们的骨头的时候 其实找的时间好像还稍微再找一点点 大概比那个魔戒那个电影 还要再找一点点 不过现在的话大家在讲这个弗洛勒斯人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说哈比人 因为他个子比较小 所以也有人在讲说 他到底是一个跟我们不同种的 这个个子比较小的一种人 还是只是也是我们这种人 只不过他个子长得小一点而已 也还是有人在吵 反正新出来的证据总是有人吵的 这个不奇怪 要不然科学不会进步嘛 所以你会发现距离最近的从旁支出来的 这条线根本是在我 我认为根本乱化的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 不过现在活在北京的北京人 我们这班有没有从大陆来的同学有没有 因为我们去年有一位 今年有没有 有没有从大陆过来的同学们 大陆同胞没有 去年有一个在我的班上 所以我讲话要很小心 现在活在北京的北京人 有很多都很相信 他们的祖先是从北京出来的 OK 也就是说不是从非洲出来的 这个民族主义到了这种地步 我有时候觉得是hopeless 好 我不仔细去读他 这些都是从维基百科你都出来的 你只要找这其实我刚做的新的一张 你只要去找Human Evolution 打一个keyword 维基百科在我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他厉害到一个程度 把大英百科全书等于都杀掉了 在历史上面来讲 人类有过好几次的migration 要注意的是Homo sapiens 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智人 好 Homo sapiens他从非洲出来的时间 最早你也只写到15万年 他从非洲出来大约是7万年 这个都揣测 这个都揣测 我们现在考古的话 找到骨头 马上碳食室就可以检验 他一定是化石嘛 那么长时间一定是化石 不会是真的骨头了 然后你可以用静的DNA往前回溯 你可以用 如果是现存的话 你还可以用语言的变化往前回溯 我们有好几种的方式去往前走 然后如果只要你不相信说是 像圣经上讲的亚当夏娃 是突然神在24小时就把他造出来 然后在地上就突然冒出来的情况之下的话 大概我们有线索的情况之下 你知道3万年线索是那么确定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他不是3万年出现的 所以有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这些数字都是推剧 比较没有studied evidence 15万年和7万年 7万年前的时候他分到澳洲 我等一下还要回到这个数字上面来 然后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和欧洲的部分的话 是4万年 可是我们真正的hardcore evidence 应该是这个2万年和15000年这些事件 你要知道2万年和15000年 以及已经进入了我们地球上 我说过最接近我们的一个 第四年代的冰河期 是15000到3万的事件 所以这段时间里头在美洲有找到非常清楚的 最后一次人类大迁徙的证据 人类是最晚到美洲的 我不是指欧洲人 我是指所有的Homo sapiens 最晚到的一个洲 就是美洲 这段时间也是大家目前都相信说 大概最早到美洲 是因为冰河时期正好把 白天海峡连起来了才过得去的 最后再讲到2000年的时候 说所有的我们等一下谈的玻璃西亚 全部是后面的事情好不好 所以它有一个人类演化的背景 如果你的立场 不是像这样子的演化的概念的话 那我们只好另外讨论了 这个地图有一点点奇怪 这是南美洲 这是中美洲 这是北美洲 OK 然后这边过来的话 事实上这是欧亚路快 这边是非洲好不好 然后这个是阿拉伯半岛 所以这一块是欧洲 这一块是亚洲大陆 所以这边是西伯利亚 所以它整个把它横过来 这边是澳洲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去看的话 这个是时间 它这上面有写一句话 是用千年去算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7万到13万 7万到6万 我估计一下这边就是9千到7千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人类最早的区域的话 我们将来会提到 大概会比较在东非区 所以用这个图去看 它这个是豪旺角 所以这个是沙哈拉沙漠 所以是把非洲倒过来了 所以这边其实是西非 这边才是东非好不好 所以我们本来在讲说 东非应该是最早 它这边写L1这边写L2 这边有一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根据什么东西 把红色的线说17万到13万 大约是在这个区域里头 这个还是要去找它的资料 你这是从维基百科上找来的数据 你可以再去看 所以L1 L2 L3分几支走 其中一支就是走到了东非的峡谷 就是我们平常在讲说 找到那个非洲南原的地方 应该是这一块 那大约到了橘色的部分 这个浅橘色 像这边的话 在7万年到6万年的时候 它已经从非洲 跑到了差不多印度半岛的这个区域来 然后在澳洲这一块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到橘色 我说大概在4万年附近 就已经有人到了澳洲了 以到了澳洲的人来看的话 它的确是相当早 而且相当原始的 最重要的当然是从这一支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复杂的人种 欧洲人 亚洲人 非洲人 也就是白的 黑的 黄的 全部挤在一起 那个人种样子最多的 我正好两个礼拜前去了一趟俄国 你走在街上的时候 一看就是又有匈奴又有突厥 然后还有围巾海盗 那个就是头发金色 那个皮肤白的那种 全部都在街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们这些 从高加索区域这种 这个地方分去的话 你看这一支就是往欧洲走的 所以这个浅局色就是在这边 所以最早跑到西欧 包括法国 英国的 他们认为5万年到4万年的时候 可能就有过去的 可是不止过去一次 其他的话都沿着路往亚洲跑 所以你看到有好几次 往亚洲跑的路线 当然最好的一块就是 中国人所谓的这个黄河流云头 我们的祖先所发展的区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A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西伯利亚 所以这边有没有数字 譬如说像这个走到东部 这边G的 这张上面没有列到 有颜色来看的话 这边有黄色的 所以走到日本的 大概在3万年到2万年的时候 已经到了日本了好不好 所以这个迁徙是有很多次的 这个也是差不多3万到2万 所以这边的话是最早到美洲的 可是蓝色这区域的话 是9000到7000 然后黄色这区的话 这是绿色这区的话 是15000到12000 所以大家比较相信 最主要的一支 其实跑到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 是冰河时期之后 那最后来的这一批的话 是已经是最晚 9000到7000 刚好是长毛巷不见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 越来越多人跑到美洲了以后 美洲的长毛巷大概活不下去了 这个西伯利亚的长毛巷可能是活到最后的时候的 和加拿大的活到最晚的 所以这一张图你可以看到人类迁徙的 事实上是有一个大致的年限的分布 是可以揣摩的 所以你同样的去找 Human Migration的keywords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找到这一段 大概在最早的时间里头 因为跟台湾有关系 所以我就把它抓下来了 在早期的人类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他们迁徙 譬如说等一下 这是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讨论的了 譬如说天气的变化 譬如说这个地表的地向的改变OK 这个其实很简单嘛 你看现在台湾南部的加东啊 或者是什么这个都已经快 不是加东 加东在云林 那个屏东门的叫什么 叫做 那个每次盐水那个地方叫什么 怎么一下子呢 林园 不是林园 另外一个字 林边 林边 我跟你讲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可能不能住人 可是人文角度来讲 你不能随便叫人家说你不能住人 那你你知道吗 食育所的教授跟我讲说 他说现在绝大部分很容易淹水 或有土石流的地方 如果往下挖的话 几乎都挖不到原住民的遗迹 表示原住民就早知道 那个地方是不能住的 可是原住民时间多久呢 你看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他说当地貌改变的时候 其实人也要离开 食物供给不够了以后 人也会离开OK 或者是换地方 从很多证据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的祖先跑到澳洲去 距离现在的时间大概是 他大概最早是从这个中国的南部 或者是这个东南亚一带移过去的 最重要的一个主要就是台湾 这个现在历史上是有清楚地记载的 时间大约8000年 所以最近的找到在金门找到的说一些遗迹 是比大坤坑还早一点点的 它的时间也估计就是7000到7500年 你如果说发现在北南那个地方 说找到了1万到2万年那个东西的时候 有很多都只是推具 因为在台湾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上万年的遗迹的 好不好 大概绝大部分都是几千年以内 而几千年以内将来你读这本书你就知道 全世界的人类有好几个地方 已经都开始懂得种植作物以及续养牲畜 好不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8000年左右的时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的语言也可以去分析它 这些人在迁移的时候 事实上整个距离现在大约6000年左右的时候 是分散到这个高阔波尼西亚的地区 所以你用这一块地图来看就比较简单 像这些绿线 如果这个是大概西渊前3000年的话 距离现在大概就是5000年 这个2000的话就是距离现在4000年 所以台湾事实上是一个母岛 我们知道这个上面的语言 南岛语言到目前仍然是全世界最丰富的 超过14种以上 现在有人说比14种还多 这14种现在往回溯的时候 到底是东南亚过来的 还是中国南部过来的 目前不可考 可是自从四川发现了三星文化以后 我们知道这一块地方相对复杂 这块地方相对复杂 虽然在中国来讲他们很多人还是坚持 三星文化可能就是从黄河流域出来的一支 不过全世界的人类学家大部分比较认为 三星文化可能跟黄河流域相对独立 可是也没有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东西大概不能乱讲 所以这个如果是从大陆的南方过来的话 你看从这边走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 已经到西元300年了 这个差不多这是已经比较是 中国历史上已经史书可以记载一些东西了 这边的话走到这个复活岛的地方的话 大概包括了波尼西亚这一区 你估计已经像柳西南是差不多西元1100年 其他的话西元300年或者是非支寻岛的话 还是西元前过去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支在最近这边 也不过就是几千年的历史 而不到1万年 这个时间的轴希望大家慢慢抓出一个谱出来 然后从地理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以前在地理书上学到的麦克罗尼西亚 美拉尼西亚和波尼西亚 正好是我们东南亚的三大扬州 最底下就是一个大的澳洲 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相当大的是纽西兰 纽西兰的面积可能是我们的5倍以上大概是有 如果我们今天等一下讨论的时候 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它的岛屿都在这个地方 他提到的东加岛也就是事实上距离现在最近的 后来形成东加王国 很有趣的是波尼西亚有成立东加王国 可是台湾在汉能进来之前 几乎看不到任何统一的形式 除了大概在嘉然平原 几百年前有过稍微大一点的政治体以外 其他没有很明显的统一的现象 所以台湾是虽然是南岛文化的一个母岛 它的文化分支情形是非常严重的 可是他们所带来的语言和文化 以及这本书上所谓的文化包裹 就是cultural package 也就是说你有一套东西带着你走 然后你的吃喝玩乐就跟着你走 你在那地方大概就可以生存 而且可以繁衍下去 那镇头包括了譬如说你带着狗走比较有用 还是带着猪走比较有用 还是带着鸡走比较有用 如果你只可以带几种动物的话 你没有大象可以让你带嘛 所以你就要想一想带什么东西比较有用 他们就会发现还会找到一些工具 台湾的原住民文化人头也可以找得到 譬如说红桃 红桃可以当龙器用 你到了一个岛上去以后 那边如果已经有人存在的话 你可能可以交给他们用 没有人存在的话你就继续用就是 我们现在发现所有玻尼西亚一直到东非 我们台湾的那十几种语言里头 都可以在这些里头找得到 可是很多文化遗情已经不见了 最东边的就是复活岛 所以最北边的就是夏威夷的大岛Big Island 所以你可以看到波尼西亚这一块地区里头 事实上是非常晚近才有人进去的 今天的这一张里头特别强调 在茶山群岛这里头 怎么样有一群人从澳洲过来了以后 毛利人在纽西兰的北岛 住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 跑到了茶山群岛 把从南岛移过来的那一群 他们早期的cousins 全部杀光一个不留的故事 是非常血腥的 你在人类的文化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上次说外星人要不要看到他的时候 要不要过去跟他打招呼的 大概你读今天的这第二张的时候 你就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打招呼的时候 下场非常的危险 好 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一个background 那你们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 我希望助教们带他们 还是先勾述一下课本上所谈的几个重点 好不好 而不要说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完全没有知识的背景的根据 全部在那边打乱扯打烂仗的话 那到后面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好 我们分组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